Hello 大家好 我是Avi 欢迎回到Avi的微醺酒馆 其实这期节目我本来是想安利大家 每年11月第三个星期四会出的薄若来新酒 去超市买了一瓶热乎刚出的新酒回家试了一下 结果 我决定就不祸害我们的酒鬼了 那上期节目爱尔兰威士忌大家都想看进阶 那么今天呢我就来推荐一款极具代表性的爱尔兰进阶威士忌 来讲讲爱尔兰独有的丹湖式蒸馏是什么 以及我们经常在威士忌里面听到的桶墙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今天呢我就花5分钟带你进阶爱尔兰威士忌 话不多说马上走起 大家好我是Avi 欢迎来到Avi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进阶爱尔兰威士忌 其实很多酒鬼在上期节目的弹幕跟留言都猜到了 因为这款威士忌在爱尔兰威士忌里面极具代表性 如果你要问一个老酒鬼 你这身只能再喝一款爱尔兰威士忌 我觉得很多人是会把票投给他 就是他 登登登登 吃根鸟12年同强 吃根鸟呢跟我们上期测评的尊美醇是出自于同一个酒产 爱尔兰酒厂 但是我觉得口味跟品质不是好那么一点点 既然这期是进阶版 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爱尔兰独有的单狐式蒸馏是个什么东西 那单狐式蒸馏的概念非常简单 原料呢就是用到发芽的大麦跟未发芽的大麦 经过狐式蒸馏蒸馏出来的威士忌 那么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会用到未发芽的大麦呢 其实就是为了偷税漏税 18世纪以来 爱尔兰是被不列颠王国统治 而不列颠王国呢 对发芽的大麦是要征税的 而不发芽的大麦是不用交税的 所以当时爱尔兰球场的人为了节省成本 就偷偷的混入了未发芽的大麦 跟发芽的大麦在一起作为原料 结果就变成了他们独有的一个风格 而胡适蒸馏器呢比一般的蒸馏器要大个三倍左右 它的底部呢是一个圆球状 有细而长的颈部就像天鹅一样 这种形状的蒸馏器呢是会蒸馏出非常纯净的威士忌 而爱尔兰威士忌是经过三次蒸馏 出来的威士忌有纯净清澈的口感 我今天要测评的这款枝羹鸟 是用到了雪地桶 还有美国的波本桶 其实有不少酒鬼留言跟私信我叫我出一期美国波本威士忌 大家想看美国波本威士忌的在上方扣衣 或者在下方留言 我来准备准备给你们做一期美国波本威士忌入门如何 这款枝羹鸟12年不是普通的12年 而是桶枪12年 那什么叫做桶枪呢 难道是他用的桶比其他桶都强壮的意思吗 桶枪呢在这里指的是圆桶装瓶 不加水稀释的威士忌 通常来讲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威士忌 都是经过下水稀释到一定的酒精度 40到43度左右 我当时买回来没有仔细看 咔的喝了一大口 结果差点喷火 你知道这个有多少度吗 这款威士忌是55.8度 各位 但我觉得桶枪威士忌很好玩 因为你可以加入不同量的水 或者冰去达到你想要的酒精度跟风味 可以全方位的去体验这一款威士忌 按照惯例我们来做一个纯影测评 一股绿田瓜黄油奶油 焦糖布丁太妃糖香草 我们来给大家试一下口温 一股蜜茧橙皮苹果派 还有很强的一股姜辣在我的舌头的两边 辣到前面 我的上乐感受的是香草跟蜂蜜结合的香甜 后味非常有趣 具有一股铜金属的味道以及主播的离子 总的来说 这一款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丹湖式爱尔兰威士忌 有很重的粘稠的奶油口感 我说句实话 自从遇见了枝根鸟之后 我那些苏格兰威士忌 日本威士忌就再也不香了 我每天就想来喝一小杯 我上他们官网的时候 我还看到了枝根鸟 15年枝根鸟 21年我就对着他们流口水 那如果这期节目有一千个赞 我就把15年 21年全部买回来做一个测评对比 大家想看的 赶紧转发给你的朋友 点赞点赞关注转发 以后呢 我早上多出一些像这样的 5跟钟进阶视频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威士忌测评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想看的威士忌 没准我就抽到你了呢 可别忘了这期节目点赞过一千 我就买枝根鸟的1521年来做一个对比测评 想看的赶紧转发给你的朋友 点赞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